先開始帶您看到的是及時影像 畫面上是台東的金村 那麼金村這個地方最有名的是什麼呢 那麼就是衝浪了 很多的衝浪好手都很喜歡這邊的浪 因為浪夠大 來到這邊玩其實幾乎都還蠻盡興的 甚至也成為衝浪的場地 薇大草您看到這雲料好像有點多 但是台東觀眾朋友不用擔心 因為白天之後其實慢慢的 就可以看到陽光了 那麼基本上今天的天氣還不錯 不要提醒的就是日夜溫差稍微比較大一點 那麼今天的清晨最低溫是落在哪裡呢 是在花蓮的鯉魚潭只有17.3度 那麼苗栗地區17.8度 新竹18度 而在桃園的大溪是8.7度左右 雖然都在20度以下 但是您發現了嗎 跟昨天的低溫比起來 今天的溫度稍微回升了 也就是今天溫度緩步的回升 那麼基本上今天全台各地 尤其是西半部都可以看到陽光 甚至在溫度上頭也可以來到30度 從衛星雲圖一帶來看看 台灣的上空幾乎沒有什麼雲 也就是天氣將會非常好 西半部是晴朗的 東半部因為在這個外海 東邊的外海有一些水氣 那麼飄進台灣 那麼像是東北角拉 基隆北海岸一來一帶 略有水氣 那麼就是飄飄雨而已 東半部基本上今天的高溫 大概是27到28度 我要特別提醒的是什麼呢 如果現在要出門的觀眾朋友 尤其是中南部 現在是有農務特報的 台中地區目前的這個能見度 不足200公尺 那麼像是苗栗 台中彰化嘉義以及台南 能見度都還蠻差的 但是陽光出來之後呢 又會變好了 所以說要提醒 在這一段行車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不論是騎摩托車或者是開車 記得放慢速度了 不過今天的空氣品質也不太好 因為吹的是東風 像是迎風面的宜蘭花蓮跟台東 空氣品質是好的 但是被封測的中部一帶 目前呢是橘色的警戒 也就是對於呼吸道敏感族群的觀眾朋友 不太好 因此要做一個防護了 來看一下亞洲雲與圖 未來天氣將會如何變化呢 基本上目前台灣的上空 沒有太多的系統在擾動擾亂 我們的台灣 因此在今天一直到週休假期 也就是禮拜日的白天 天氣一天比一天來得好 而且水氣一天比一天還要來得少 所以說這個週休假期很適合外出去走走 什麼時候會變天呢 答案就在 禮拜日的晚上 禮拜日又有東北季風南下 因此晚上的時候開始變天 北部東半部地區又會轉為 濕濕涼涼涼的天氣 大概溫度大概是19到23度左右 所以說比較濕涼的感覺又要回復呢 這個秋冬典型的天氣形態了 再來看台灣的雨圖今天的水氣變化 跟前景一比起來啊水氣真的減少很多哦 不過今天還是有東北角啊 濕隆北海岸東半部哦 在沿海地區 可能都會有一些零星的水氣 從三日雨區圖看得更清楚了 雖然今天呢 中央氣象局是把濕隆北海岸一來一代 可能會出現局部比較大的雨勢 但是基本上呢天氣沒有那麼差 都是可以看到陽光的 頂多就是飄飄雨而已 那麼到了禮拜五呢水氣更少了 北部的山區有一些零星的水氣 星期六周秋假期很適合外出去活動啊 那麼像是呢這個東半部一帶 還有大台北幾乎都是可以看到陽光 而且呢降雨也偏少 再來看北部的溫度趨勢 那麼北台灣今天高溫回升來到29度 明天溫度更高來到30度 禮拜六呢來到31度 但是禮拜天這一天 晚上開始溫度一路的下滑 那麼就是因為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晚上的時候東北季風來襲 因此呢到了禮拜一 甚至到了下個禮拜三 溫度一路降來到了23到24度 溫差有一點大 那麼前幾天才31度 那麼到了下禮拜一就來到23度 所以說一來往溫差的變化 請各位觀眾朋友特別小心注意了 中台灣一帶呢來看看 今天呢可以說是艷陽高照的 該高溫呢大概都是30度 那麼未來這幾天呢 也都不受東北季風的影響 也都有30度以上的高溫 南台灣一帶呢在恆春半島 有一些小小的水氣 但是不礙時的 來看到呢這個高溫 現在都可以來到29到30度 要小心的是什麼 日夜溫差比蠻大的 而且呢可能都有8到9度 甚至來到10度以上 東台灣一帶今天呢 宜蘭地區略有一些水氣 不過呢其實喔 並沒有來的那麼大 都是飄飄雨而已 那麼像是禮拜四禮拜 溫度來到28度 禮拜六這一天 更可以來到29甚至30度 不過下禮拜一也是受到 東北季風來襲的影響 迎風面的降雨 所以又會轉為時涼 因此呢溫度再降 大概是25到26度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天氣預報 宜蘭地區 淦和剛剛就是